現場! 開墓手禮 現場 開墓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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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墓 大家好我們是 TSO 大家都知道我們前陣子在 新光證券線上開墓了之後 但我們還是有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來的 理財大使 報告報 因為我很好奇說 大家自己的理財的經歷是怎麼樣 我本身有存一點錢 可是還沒有開始理財 所以你就放火存而已 對 那你呢 我個人呢 是有買這個美金訂購 那現在算是相對低點 所以你現在如果持續的進上美金 倒是一個很不錯的 現在就是 把身上所有的台品 這樣是開玩笑的 那你呢 我個人是有買一個 也是美金的訂存 每年要放美金進去 然後連續放六年 之後的利益才會上來 所以是儲蓄錢對不對 對 美金的儲蓄錢 好這對年輕的小制度來講 這是一個存錢的手段也不錯 但錢也是你美金都要準備那個 對 一開始去買那個耳朵 倒的話 他會吃虧 所以你那個美金要繳多少錢進去 呃 他會幾萬美金嗎 還留你 那你那你是純美金 所以你們都是採取這種 比較簡單的東西 對 那最後幾錢 牛媽管 這也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那媽媽就會幫你做一次 我好像沒有跟大家做自我介紹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我應該是學台灣女友 最多欣賞 你不差一看我現在有幾條欣賞 你看 335 2350 你這有點太多 500張 500張 500張嗎 對啊就500張啊 來等一下 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現在玩個小遊戲 我們分個兩組 五分 左邊一組 右邊一組 對抗在 好 一個說我們的題目是 那我們要把每個字都加 強進進去 OK 還有星光證券是 星光證券 星光證券 OKOK 怎麼樣分辨強 就是越快的人越強 所以我們這邊有三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是 星光證券 第二個題目是 第三個題目是 線上開戶抽零 我們就一人講一個 好 講什麼快呢先 講一個 我要星光證券吧 好 那我們要數3 2就開始囉 3 2 2 2 1 信光證券 信光證券 公證券 幹 準備好了咧 3 2 信光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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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證券 公證券 好5秒09 我覺得我沒什麼信心 我鼻鼓腳一點超快 我 信光證券 你不想贏 不行 你就一直 來 放不起來 還給我來 我來 信光證券 信光證券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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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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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來喔 3 2 信光證券 發 信光證券 X2 15 我跟你講我講到後面 沒氣 我們現在1比0喔 發出現在會選手 零股交易 開始我們來忙什麼 好 那直接開始囉 3 2 零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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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所以 就這樣表演 零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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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零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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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2比0 我們打算打七七套路 重音的時候 跳球 6 3 2 先生 開誤求你先生 3 開誤求你先生 開誤求你 開誤求你 先生開誤求你 超誤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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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誤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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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秒75 差不多多年一定 3比0 3比0 3比0的成績完成 完了 厲害厲害 那接下來要記錄到我們正題啦 剛剛有問到說 開誤了之後 就不知道該怎麼記錄 因為就來說 太難了 對 所以我就是 請問我一些 種族要的朋友 可是一直直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入場 對 因為我覺得說 要直接買一整隻的話 對我來說可能會壓力有點大 包括公眾 因為是很近 很簡單啦 其實如果 一漲股票 太貴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們一百小時主 或是我們大家說 是比較輕鬆的方式 像我自己現在 在台灣的股市 在買我其實也都很難 你們覺得 三千塊可以去買股票嗎 你們就是少 那我簡單舉個例子 像現在台其店 它現在一張股票 500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張的話 就是500 再乘一千 快50萬 我們現在如果是一股去買的話 一股就是500 所以就是 500塊錢你就可以賣 你可以買五六股了 對 你用這種方式你就可以 少了小量的累積 自己的這個 投資的部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們小時候來說 很方便的一種 投資的方式 以前入場不了的人 現在可以了 而且出學的時候 可以你做的位置 台積店 什麼 你買台積店 大家都買台積店嗎 我們買了六台積店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用零股的方式 像慢慢的進去實行 是最簡單的一間方式 你們知道什麼是0050嗎 不知道 0050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全台灣 千五十大四十個公司 都在這支股上面 就是說 我們雞蛋不要把它投回來 風險是標準 比如說我們買零股很簡單 今年一整年 台灣的股市成長多少 的平均報酬就是0050 存起來的錢呢 又可以生出很多多利息 用這一招其實是一個 很充分的測試 時間沒有那麼多 可能沒辦法 嘗試來關注在這個 股市上面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不錯的選擇 0050交易也可以讓我們 壓力不會那麼大 就對了 就是我剛剛有講到說 我有存了一筆錢 還沒開始禮償 因為我不知道有什麼 方法可以 開始禮償 當然一開始我們要先知道說 你喜歡的是 風險高問題的 很多股票 基金 然後剛剛也有講到 美金儲蓄線 市面上有非常多 不同的投資方式 那你要挑選一個 適合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 你也許可以換一個方式 然後來參與 台灣的經濟成長 因為我們台灣平均 每年的經濟成長率 就是那個股票上 大概有7% 也是比錢放在銀行利息還要高 那股票的部分 你一定覺得說 風險很高 因為你可能聽過 你身邊有不少朋友 就是賠錢了 就是聽過很多 大人在講說 對 變成地址啊 什麼風暴什麼 幾十個人跳樓啊 什麼的 看他們一開始都很開心 然後後面就不開心 對 就覺得說 股票好恐怖 不知道該怎麼去接觸這個東西 因為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風險就是 我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聽了人家講的名牌 就跑去買 就跑去買 那等到它開始跌的時候 你已經想說 反正我就常報了 最後就真的變壁子 就貪定了 我們對這個公司不瞭解 我們就去投 那這樣其實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們要挑選不錯的標的 你可以抄 生活中可以接觸到的企業來看 有些那些餐飲業啊 來去做挑選 也許就是一個不錯的目標 那如果你連這個 你都覺得 你好困難 我不知道怎麼做 那很簡單 就買0050就好了 這是一個最無腦的方式 因為0050裡面 也包含了全家 包含了同一企業 光是其他的報酬率 在10年之後 就會變得要買完 比我們賺錢都太快 發財了發財 兄弟們發財了 發財了 那如果是 不像他有那種 一筆錢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啊 沒有那麼多錢可以投資的話 如果我是小資族的話 我應該會 先把我的生活開銷 全部扣掉之後 先來算一下 我剩下多少錢 假設有一點可以 升得三五千塊 我可能也會選擇去買股票 剛出社會嘛 賺錢不容易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如果 如果會有這個波動的話 我會很不舒服 如果說我可能會選擇 儲蓄錢的股票 但在儲蓄錢看 有一個風險 因為它的固定利率是 它有說 2%或3% 我們的錢如果放在市場 不會通貨膨脹的關係 會慢慢地增值 但是如果它的貶值每年 往下貶的利率 是超過2%以上 那你的儲蓄錢 當你鎖了6年2% 它其實 你如果要對抗通貨膨脹的話 其實 錢還是要放在股市裡面 因為股市的成長 還是比較高的 那我現在了解 什麼是零股交易 零股交易其實 一般有分盤中跟盤後 因為我們台灣股市的交易 時間是早上9點到1點半 零股在盤中交易的意思是說 從9點到1點半 這段時間 你只想買股 你也可以在市場中 自由地交易 一張股票是1千股 1千股 然後零股就只可以 可以買 一股 可以 大家都知道要理財 但是卻不知道要從哪裡 像我剛剛講 跨出第一步從哪裡 但至少沒跨出第一步 我們開戶了 線上開戶了 直接點一點 直接拉滿 那幫我問我想問你一下 這麼多證券 然後又是信出了零股交易 這個服務之後 那我應該去選擇哪一間 有零股交易的證券 鄭家手推出這個服務之後 其實有很多券商 都有進入這個市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2020年開始 其實那個 全台灣的開戶數 多了75萬 非常多 是真的 我看過 我身邊有在玩股票的朋友 聽他們說 就是買賣股票的時候 會有一個手續費 一般的券商 他們提供的是零股交易 至少要收益交20萬 那一股不到20塊 那我還收到20塊 那我還收到20塊 那他再收到20塊 其實現在新光證券開戶 他有蠻多優惠 至少就是說 你現在如果完成開戶的話 他有送一個證券的 手續費 我記得我上次好像戳到1000塊 我好像是500塊 真的嗎 所以第一次是500 那最高兩萬 那最高兩萬 真的很多耶 雅股票 又加一個乳蛋 雅股票 不到了 不到了 我現在丟到這種 等一下先去撈一筆 直接揍在那邊 就已經想小小的買了 就想想說買 你要揍多少錢 你還收我20塊 那我不如就買了1 他私信我原本也不贏了 所以我們就是要選擇 星光證券 電子下載的先行者 星光證券 其實這個開戶優惠 其實不只剛剛講的 但是現在 他比如說有這個Linepoint點數 或者是7的比佣金 或者是寧願 其實他真的送很多位 這時候進場我覺得是 最壓實的機會 可是真的直接進場 一無零 直接拉到右邊 你們真的很有錢 真的拉 你要知道是錢拉 不然你就拉不到 拉不到 拉不到 就拉滿 我手機在哪裡 我直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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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這次真的是 很謝謝包可夢來 就是跟我們分享 讓我們了解到很多 對因為其實我們都是 有固定的收入嘛 但是卻不知道要從來 開始理財的這一部分 然後又看到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都不了解他 所以就顯得相當的害怕 非常謝謝包可夢來跟我們分享 如何理財 受益良多 尤其是年輕人 現在你們20歲出頭 現在開始理財的話 你們就比我多了15年的時間 那15年後 我理財這部分的錢 直接讓我財富自由 因為剛剛說 你放100萬吃虐之後 就被200 那如果我現在放1000萬的話 就被2000萬 2000萬的話 那我現在放5000萬的 過 差了 差了 那我們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要趕著去 財富自由了 通往財富自由之路 那大家很想了解 更多星光證券 如何去線上開幕呢 我們在YouTube下面會有個連結 大家只要點進去 就應該使用你的開幕囉 開始理財自一步 電子下單的先行者 星光證券 Nice 我們下次見 大家再見 要多少錢 才購投資股票 零股交易讓股票化整為零 小錢就可以投資 開啟通往夢想的大門 有夢就夠 星光證券 小愛投資更便利 電子下單的先行者 星光證券 有夢就夠 星光證券 小愛投資更便利 電子下單的先行者 星光證券 星光證券 集團 遇到